譬如我真的兩個月都沒有客戶 我不是沒有工作 不停地宣傳 不停地做自己 我又進步自己 但兩個月都沒有客戶的心情 那你怎麼搞呢 我以前是用這個系統 基本上就是我每一個月都要出錢給自己 我經常這樣說 這個是我公司 這個是我 雖然是兩個人 同一個人 但我會這樣分 當公司有1萬元 當資金 我每個月這個人要出一千元給他 那我公司今個月無論是賺多還是賺少 都是出一千元給這個人 而我的收入就是一千元 我不准花一萬元 除非公司的東西 買電腦什麼都好 那我今個月沒有工作 這個人沒有工作 這個銷售士沒有工作 那公司沒辦法都要出錢給他 那一千元在那裡 九千元在那裡 那第二月這個人也沒有工作 那公司也要出錢給他 但是這個人其實有責任 而公司可能會覺得 喂 不行 你這樣下去 我不可以再出錢給你 公司要結束 我要做老闆之餘 亦都要做打工仔 去提點自己 喂 不行 你這樣下去 公司不可以營運 那我就用這個系統 去逼自己 不行 我要想辦法 無論是做網頁設計也好 無論什麼方法也好 你不可以跟我說 30天之後 我一元都賺不到 不可能 如果不是就麻煩你這個公司結束去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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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